你好 這支影片由台灣轉售權第一站製作 大家好 我是董正龍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站長 那在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談談如何利用轉售權的產品來獲利 或者是說轉售權的產品究竟有什麼好處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今天的影片內容 首先呢我要在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轉售權的意思 那根據維基百科呢 我們查到定義是這樣子的 轉售權啊 就是再一次的銷售的權利 那有時候會被稱為轉賣權 那它是一種呢 授權給顧客去轉售其產品的權利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從某個作者那邊買了一個轉售權的產品 那我自己就有權去販賣這個商品 所以這叫轉賣或轉售權 那這種模式啊是在美國網路行銷當中 一種非常常見的或者是成熟的獲利模式 舉例來說啊 當顧客啊 他購買擁有轉售權的電子書 或者是一些軟體之後 他可以自己去販售這項產品 而且賣出去賺到的錢 他都可以保有 也就是說他可以保有所有的利潤 他無需呢 再向原作者去支付任何種類的版稅 或者是費用 所以究竟啊 這個轉售權 產品為什麼會出現呢 以及為什麼會有這一種模式 因為它跟我們一般想像的蠻不一樣的 就是一般作者寫了一本書 然後他就擁有版權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轉售權給轉爛出去呢 那這是我們接下來影片當中會提到的部分 好 現在我們再看下去 那我們繼續談談何謂轉售權 轉售權的概念啊 其實它在台灣還非常的新穎 因為呢 在2011年的7月 甚至現在已經到9月 在這個時間點上啊 全台灣都還沒有找得到任何一個專門提供轉售權產品的公司 目前呢 也只有我們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也在提供 專門在提供轉售權的產品 好 這是再次維基百科 事實上這個條目是我自己 是由我們 是由我自己編的 因為我發現 轉售權根本在維基百科上根本就沒有介紹 有英文的介紹 但是沒有中文的介紹 好 那接下來再看下去 這種商業模式啊 它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 它能夠啊 解決想要從事網路穿業的人 它沒有產品的困境 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想要在網路上賺錢 傳業 可是你沒有產品怎麼辦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去購買一些轉售權的產品 你是不是就可以拿來自己賣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那但是它同時也有一些缺點 例如呢 這些購買轉售權的顧客 可能會免費將這個轉售權的產品送人 導致呢 這個商品的獲利呢 整個消失掉 或者是 有些顧客他會把它放在拍賣的網站上去賣 那 這樣子也會讓其他購買這項商品的轉售權的人 失去利潤 因為拍賣網站基本上都賣的還蠻便宜的 當然 不會言 在拍賣網上賣轉售權的商品 也是一種獲利的方式 只是呢 當這個商品啊 售價越拉越低的時候 那每個擁有這個商品的人呢 幾乎就沒有任何利潤可言 那你就失去了這個轉售權商品 它最初要幫助別人解決的問題 它希望 幫助別人解決它沒有產品嘛 但是如果今天它即使有這個產品 跟產品沒什麼利潤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 好 再來 我們先簡單的介紹 轉售權的三大種類 它基本上齁 有一些細節 但是我們這邊就只是很粗略的介紹一下 一般的轉售權就是 呃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類型 好 那第二種啊 是更強一點的轉售權 我把它稱為是特級轉售權 這時候啊 你購買 如果你購買一個產品的特級轉售權呢 這個作者啊 他就同時授權給你 可以去賣給別人轉售權 這意味著 如果我像某個作者買了一本電子書 例如說如何減肥 那我現在可以拿去 我不只可以拿去賣別人 而且我可以賣給別人轉售權 這個電子書的轉售權 那別人買了之後 他又可以拿去賣給別人 了解嗎 這就是 這就是 基本上這就是特級轉售權 也就是說 那個購買 特級轉售權的人 有權利去販賣這個產品的轉售權 那一般轉售權是 你購買轉售權之後 你只能賣給其他人 但是你賣出去的那些讀者 他沒有權利再去賣給其他人 了解這個差異吧 好 再來 最強的一種轉售權的商品 他稱為私有商標權 這個的意思是說 就好像這個商標 是你自己的 也就是說 你幾乎 就是把這整個 轉售權 這整個產品的版權 給買下來 幾乎 我說幾乎是因為有時候 並不全然 但是呢 私有商標權 他有以下的這幾個共通的特徵 通常這個作者允許你 可以去更改 這一個作品的作者姓名 把它換成你的 他允許你這樣做 而且他也允許你去編輯 這個作品的內文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去修改 做修改 修改改 改作 把它弄成一個新的商品 然後把它當成你自己的作品 那這種模式 就是幾乎就是這個作者 就把版權給你 你可以自己拿去亂改 然後改成你的 那可以用你自己的名義 去發表這一本書 這樣子 這是一般我們常見的三種轉售權 那在我們台灣轉售權第一站呢 我們會比較 目前會比較著重在第一種類型 跟第二種類型上 第三種類型可能 以後會有機會的話會出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下去 那台灣有轉售權的產品嗎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答案是幾乎沒有 那為什麼我說幾乎沒有 是因為我目前只有在 只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人 出過一本 有轉售權的電子書 那這只是一個個 特殊案例而已 就這麼一個人 出了一本有轉售權的電子書 但是啊 有沒有人在專門提供 轉售權的產品 給別人呢 或者是有沒有人去引進 這樣子的整個完整的獲利模式呢 答案是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其實這個理由探討起來啊 可能有蠻多的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呢 版權的保護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今天擁有 因為我你要知道 我們台灣還有大陸啊 對版權的概念普遍是還蠻薄弱的 那盜版現象還蠻嚴重的 所以如果今天呢 而且台灣人說實在話 很矛盾的是說 雖然沒什麼太大的 太多的版權的概念 但是呢 自己出版的產品 又很想要緊抓著版權 就是 又不需要任何人去盜版 所以雅面說 如果今天在台灣呢 有人在提供轉售權的產品 那把那些產品都交給別人 下去賣 那會不會有人就 把它免費送給別人 或放在網路上分享 這些都是潛在可能發生的問題 事實上這些問題也都發生在國外 只是相對於台灣 國外的版權的概念 比較強一點 說強一點也不太好沒有 因為事實上 還是有人在 在到處copy 或者是分享一些付費的商品 或轉售權的產品 那這個是理由之一 那另外一個理由呢 是 其實要引進轉售權的產品啊 你 你需要呢 就是說 有一套自己的獲利模式 我們 究竟有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copy 去複製國外的模式 然後在台灣也適用 沒有人 敢去做這樣子的嘗試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請人去寫 有轉售權的產品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國外啊 你要請人去替你寫文章寫書 有可能喔 而且是 不會很貴 但是在台灣呢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這一類的人 就是 在國外叫 Ghost Writer 就是鬼 鬼影作家 翻譯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你 他花一筆錢 請那些鬼影作家替他寫作 但是呢 作者名稱卻是 卻是那個付錢的人的 對 那在台灣呢 有沒有這種 鬼影作家 事實上幾乎是沒有這種人啊 所以如果你要 自己在台灣去 出版轉售權的產品 這個產品的 來源 其實就是一個很頭大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台灣還沒有看過這樣子 專門有人在做轉售權產品的 主因之一啦 那當然我個人呢 為了規劃 這個台灣轉售權第一站呢 我幾乎啦 所有的產品都是由我本人 著手 下去研究 然後下去撰寫 那當然 一個人做比較累 當然我們也有少數跟其他人合作 好 不過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希望這樣子大家就各位就會明白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之所以叫第一站 那是因為它真的是第一站 好 再來我們就要進入重點 這則影片我們要談談啊 轉售權的產品 它究竟能夠帶給你什麼好處 或者甚至你要怎麼拿它來進行獲利 當然第一步你要先自己能夠購買英文的轉售權產品 因為不好意思 你現在還暫時買不到中文的 那除非跟我們的網站購買 所以呢 一般啊 我在這邊著重的 呃 獲利模式 呃 有一部分會傾向於是呃 針對英文的轉售權的產品 那至於中文的轉售權產品呢 能不能適用在我以下講的 當然有好一大部分也適用 所以你自己可以下去評估跟比較 如果你日後你有買我們中文轉售權產品的話 然後呢 當然最簡單的一種獲利模式就是你 就是第二點 就是你自己直接買了轉售權產品之後 然後拿去賣給別人 舉例來講轉售權產品裡頭 包含一種圖片的轉售權 所以呢 你可以購買一些很 比較特殊的圖片 然後 然後去真 然後直接去賣這個圖片 或直接去賣 電子書 你可以直接拿去賣 那直接來去賣 當然 如果有人願意跟你買 那當然就有獲利嘛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賣啊 其實是有一些缺點 因為 如果你的資料都跟每個人 購買的都一模一樣 如果有成千上萬個人 也不要說成千上萬個人 也不要說成千上萬個人 說好幾百個人 擁有跟你一模一樣的產品 那你要一起在網路上賣 事實上 呃 很難 有辦法 就是在競爭上會非常的激烈 但是這是一個idea 這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第三點就是呢 你去買那種私有標籤權的 轉售權的產品 我們剛才有講到私有標籤權 就是你可以拿裡頭的內容 來改寫或者是編輯之後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新的產品下去賣 這當然適用於中文或英文 那當然如果你要做英文的市場 你需要有一些英文的能力 那它有一種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好幾個同樣主題 例如說都跟網站的流量 有關的英文的轉售權的 有私有商標權的產品 然後下去做一個大雜會 東摳西摳東貼西貼 然後做一個編輯 然後製作出一個全新的產品 然後改一下它的名字 把作者當成你的 然後直接拿去賣 這也是一個更可行 比你直接原封不動的拿去賣還更好 因為別人就會覺得這個產品是新的 而且這個產品是你的 不是轉售權的 這個時候你也可以 你等於就是 也建立了你的一個專業地位 因為你就是這本書的作家 對不對 好 再來啊 它的好處還有 你可以拿來收集一些Email名單 潛在顧客名單 怎麼做呢 就是 你就在你的網站上說 你只要加入我的電子報 留下你的姓名跟Email 我就免費贈送你幾本 或一本轉售權的產品 跟你做交換 讓你免費看 那當然你留下潛在顧客名單之後 你就可以繼續去跟進它 寫Email給它 開始去推廣你自己的商品 這是用來收集名單的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非常容易的方式 你就直接贈送給別人轉售權商品 你就自己不用準備你自己的禮物啦 第五點呢 就是呢 如果你的轉售權商品 你的內容直接拿來發表 發表文章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呢 一般轉售權的商品 不一定會授權給你 可以放在網站上發表 因為他可能比較建議你拿去當商品賣 他可能 那但是我知道通常是 私有商標權你要做什麼做什麼吧 所以拿來發表文章沒有問題 或者是特級轉售權 有一些是允許你可以這樣做的 那在自己的 拿在自己的部落格來發表文章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為你的網站 添增一些內容跟流量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 國外的部落格的網站 然後來賺取Google的廣告的收入 那就非常適合用轉售權的商品 來填充你這個網站的內容 再來第六點是我們要談 他的獲利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放在亞馬遜書店去買 還記得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談過 亞馬遜書店支援你自行出版的功能 可是啊你自行出版的這個書啊 他們有規定你當然不能 每個人放上去的內容都一樣嘛 所以他基本上他規定說是你要自己原創的 那所以解決之道就是你利用第三點 你買適用商標權的產品 然後呢把它改寫 編輯過後把它重新命名作者當成你的 然後這樣子就變成一個新的英文的產品 一本電子書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當成自己的著作 放在上傳到亞馬遜書店去買 然後訂一個價錢 然後你可以抽70% 如果賣出去的話 你可以抽70%的收入 那有沒有人利用這樣子的方式賺錢 事實上有 很多人在教你齁 在如何利用亞馬遜書店賺錢 通常都教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替亞馬遜書店推產品 然後賺聯盟行銷獎勵金 其另外一種更聰明的方式 就是我現在講的這一種 這個通常都是你要付不少錢 幾千塊你才會學得到知識 就是呢 利用私有商標權的產品 英文產品 然後編輯過後 弄成一個新的電子書 然後放到亞馬遜書店去買 而且如果你只賣一本 不太有賺頭 你如果上傳了30本 就有人實際的這樣子去操作過 上傳了好幾十本 這樣子每個月一定會賣出去 因為亞馬遜書店 是全世界最大的網路書店 一定會有人看得到 而且 你也可以在你的電子書上面 擺你的網站 你主要網站的網址 那你也可以同時去宣傳你的網站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所以在這邊提出來 與你分享 再來 你除了可以放在亞馬遜書店去賣之外 你其實也可以放在Ebay 拍賣網站去賣 雖然我們之前有提過 把轉售權商品放在拍賣網站上去賣 很容易就被低價賣賣 但是事實上我們不會言 這也是一種轉售權的獲利的模式 那為什麼是發在Ebay 不是發在亞馬遜奇摩拍賣 因為最主要我們在這邊談的是 英文的轉售權商品 那Ebay它有支持世界各國語言 包含英文 那Ebay也有中文的 所以事實上你在Ebay上 如果你是要賣英文的轉售權商品 就放在美國的英文的Ebay 網站上去賣 那如果你日後可以拿得到 中文的轉售權商品 而且作者允許你這樣子拿去拍賣網站賣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去中文的拍賣網站賣 可是通常啊 我這邊先提醒你的一點是 通常作者不會授權給你去拍賣網站賣 因為拍賣網站賣 通常都會被賤賣 那一旦被賤賣之後 這個轉售權商品很快 它的售價就會被壓得很低 那這個商品的價值很快就會消失 所以呢 一般作者是不會授權給你去拍賣網站賣 但是你可以使用私有商標權的方式下去改作 這個作品 然後拿去拍賣網站隨便你拿去哪裡賣都OK 好 當然啊 第八點就是 如果你願意把它翻譯成為中文拿來賣 那當然也很OK啊 如果作者有授權給你可以翻譯 的話 因為一般轉售權的商品 有的並沒有授權給你可以做翻譯哦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 作者他通常會想說 你要原封不動的拿去買 那為什麼他會做出這樣子的要求 因為作者通常會在這個轉售權商品裡頭 放置他自己的一些產品還有一些網站的一些連結 而他不希望任何人能去翻譯或更改這項商品的理由 然後就在於說如果被翻譯成中文 那如果你把它的連結 網站連結什麼的廣告把它去掉了 那他潛在獲利的利潤就會更加的降低 所以其實賣轉售權的產品的這些作者 其實他本身也很聰明 他知道他要在這份產品這個電子書裡頭 在放置一些其他的廣告或是網站 來為他的網站 創造更多的流量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規定說 你不能夠去做任何的更改 那一旦他講出這句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翻譯成為中文 所以一般轉售權商品可能沒辦法拿來翻譯 但是我們再強調一次 私有商標權的轉售權產品 你要做什麼都OK 所以你要翻成中文 不會有人阻攔你 那但是呢 這些轉售權產品值得你花費那麼大功夫去翻譯嗎 而且你本身有這個能力去翻出流暢的中文嗎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可能想說那我花錢去請翻譯社翻譯 那不就得了 答案是可以啊 但是要花蠻多錢的 請專業的翻譯翻要花蠻多錢的 這一點我可以跟你保證 再來就是這些轉售權 這些轉售權商品的品質 有沒有好到值得你把它全部把它翻譯成為中文 裡頭有一些資訊其實可能過時了 有很多的連結可能都是只適合國外 根本不適合國內 那這些都是在翻譯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這麼難把轉售權的模式轉移 因為單單要翻譯這些東西成為中文 事實上障礙就非常多 好 但是這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第九點就是這個是好處 這也是可以拿來獲利 就是你拿來當成是你賣的主要的服務或產品的贈品 來提高人們購買的意願 就是說你說購買我這個產品 我就送你十本相關的英文的轉售權的產品 我曾經就買過這樣子的產品 在國內有人在教製作電子書等等 那他就賣一本怎麼為你的網站拉流量的 就是送你一本這樣的電子書 那如果他能夠送你這代表他有轉售權 那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贈品的搭配 所以你可以利用轉售權的產品來提升 來促進你主要服務的銷售 這是一個好處 跟獲利的方式 當然第十點你可以拿來自己學習 因為你購買這些轉售權的產品 你購買你有興趣的主題的這些轉售權的產品 你當然你自己也是目的自己也是要拿來自己學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看過那你拿去賣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商品的價值 這樣子有點說不太過去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你買了之後 你第一個可以自己先拿來學 那如果你可以自己邊學 然後運用裡頭方式再邊去賣 然後再獲得利潤 那不是是最好的狀況嗎 因為這樣子你就徹底的運用了轉售權的所有的好處 第十一點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會員網站的方式來逐步的提供這個產品 這是什麼意思 舉例來講你可以設定一個12個月 為期12個月的會員網站 那加入你會員的人 每一個月都會收到一些特定的轉售權 相關主題的轉售權的商品 例如說你在國外你買了1000個轉售權商品 那你就可以拿來加一個專門販賣英文轉售權的會員網站 你就說好加入我們的會員每個月繳幾百塊或幾千塊 那我們每個月就會給你100份英文的轉售權商品 國外有很多轉售權商品都是會員網站 所以這當然也是一種獲利模式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談了11點轉售權的好處跟獲利的方式 給你參考 再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的就是 中文的轉售權產品 我們是全台灣第一間 專門提供各種轉售權產品的網站 我們替你解決你沒有產品的困境 我們讓你可以開始運用轉售權活力 所以這總合起來就是說 當你未來如果代理 代理我們的轉售權商品的時候 你也許就可以善加利用 我們在之前所談到的這11種方式去獲利 當然我們的轉售權產品有它自己的使用規範 所以你也是要在我們的使用規範之下 然後下去使用這些商品 那在下一則影片當中 我們會非常正式的介紹 整個我們開玩轉售權第一站 所推出的中文轉售權產品的整個來龍去賣 還有它的種種的好處 還有它的比較有特的一種獲利的模式 以及呢 它的產品的詳細內容 還有我們送給你一大堆驚喜的贈品 所以我們這則影片就先談論到這裡 希望你有學到一些關於轉售權獲利的好處 還有一些方法 那如果你有什麼心得或問題想與大家分享 麻煩在下面的地方留言 與我們討論或與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董正董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站長 在這邊就祝福你在網路創業成功 那我們再期待下一則影片 我們就會正式的推出我們中文轉售權的產品 就這樣子 掰掰